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有春才有香 有葉才有花 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有愛才有家 有風才有雨 有雲才有香 茫茫人海的你和我 有愛才有家 有你才有家 有家才不怕 不管心飄過 飄過到哪裡 啊 愛是唯一的家 有愛才有家 有家有家 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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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心裡 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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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会霸上你 晴晴 晴晴高不高兴啊 高兴 那李老师一会儿送你回家好不好 好 李老师 我喜欢你 我明天还能来上学吗 我想跟你在一起 乖 老师要答应你 明天老师去接你 我们一块儿过来好不好 好 真乖 妈妈 儿子 李晴晴 你怎么来了 不回家呀 来接你啊 出去吃饭吧 这家朋友是谁啊 她叫刘晴晴 一会儿啊 我得先送她 晴晴 叫叔叔好 叔叔好 你好 长得真漂亮 晴晴我们握个手吧 我叫帅帅 来来来 小朋友握个手吧 好了 我们一起走吧 行 晴晴我们一块儿送你好不好 好 走 走喽 你怎么老在吃晚饭 我爹你最忙的时候来找我呀 忙忙忙什么呀 我已经拿少女没辙了 您快帮我想办法吧 我 我能给你想什么办法呀 这女人哪 最怕挨她了 你就 把她打一顿 吓唬吓唬她 揍她 对 那怎么行呢 我一当了爷们儿 没法下手啊 你还装什么绅士啊 你都把孩子弄出来 现在的关键 是要让她叛逆 你要是再不采取强硬措施 那恐怕真是只保不住火了 懂吗 别走啊 我出入主演 谢谢啊 颜姐 真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没有 您快请坐 颜姐 我真是没想过来 你今天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颜姐 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总是好人 在济水的时候 对我的帮助也挺大的 她也经常跟我提起你啊 说你是集团的元老 这一天 还没想过 您的朋友 您的朋友 您还可以 您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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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划孟 您的朋友 您的朋友 您是否划孟 您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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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云啊 你告诉我实话 你跟我们家颜川 到底是什么关系 哪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好朋友 你不用瞒我 小姑我啊 是离过婚的人 这男女之间的事情 我什么看不透啊 我们家颜川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爸爸 女儿回来了 女儿回来了 梅老师 女儿 告诉爸爸 今天玩得开心吗 你这儿还真大啊 这是我的总店 我还有两份店呢 发展得挺不错的 那 还是当老师的好 受人尊重嘛 你说呢 想起上次 你给我创口贴的事 我觉得还挺难为情的 什么创口贴 我早忘了 对了 这两天仅仅我来带吧 正好我上班顺路 接上他 你咱俩的事 我还能承认想 孕肴乐 babe 随着 不是吧 有没有事吗 这不应该要长 谁能够直持 你不听着 你不得好 你不应该 还不一样 你不应该 妈妈 你怎么到现在呀 等急了吧 我跟叔叔聊会儿天 来 叫叔叔 你好 你好 叔叔好 你好 你叫什么呀 我叫帅帅 你长得可真帅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爱人颜川 这是晶晶的爸爸 刘海涛 你好 你好 幸会 进去坐会儿吧 不用了 改天吧 严叔叔 你坐一下吧 我拿巧克力给你吃 你看我的女儿多快说话 坐一会儿吧 好啊 晶晶 听你的 你们坐一下 现在小朋友手好吗 爸爸 我拿这个 来来来 请去 走 来 请 儿子 你坐好了啊 别在车上看书 对眼睛不好 好啊 妈妈 我翻一下我就不看了 行 行 你乖啊 好 一家 你怎么对那个小晶晶 这么上心 你没看出来吗 那个孩子呀 有磁臂症 磁臂症 这么小的年纪长得还这么漂亮 怎么可以得这种病啊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那倒也不是 说是天生性的 就是 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别人走不进去 自己也不愿意走出来 不愿意跟外界接触 也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他 你说多可怜啊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 他想上我们幼儿园才认识他 出来也奇怪了 他好像特别地喜欢我 你是不是想让我夸你 是天使在人间啊 行了吧你 我呀 当时有个提议 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你说 你们严实集团 不是有慈善基金吗 能不能接一所这样的学校啊 专门接收那些 有心理障碍的孩子们 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我个人接受 提交董事会讨论吧 真的呀 我什么时候蒙过你 没想到 我这个严实少奶奶 说话还管用啊 谢谢了 客气 你这儿往哪儿开呢 不回家了 今天小姑姑打了个电话 说要请我吃饭 咱们一起去吧 请你 我去干吗呀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关系啊 走吧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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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小云 小云 这么说 小帅帅属于珍贵儿呀 那当然了 严家的宝贝蛋子 就是严家的命根子 这谁也不知道啊 不好意思小姑 我先接个电话 好 小姑啊 您接着说吧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什么服装店打来的 又进什么新款了呗 不管它 咱接着说吧 联播的用户忙 请稍后再播 什么玩意儿 走 你怎么不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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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吧 我知道小姑 放心吧 姑奶奶 小帅帅 你怎么来了 爸爸呢 爸爸帅外面停车呢 我先跑进来了 帅帅真乖 帅帅真乖啊 你怎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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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让阿姨看看 小帅帅真帅呀 好孩子 阿姨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 就没给你带礼物 你怎么办呀 谢谢阿姨 我不要礼物 我们一起去吃肯德鸡好不好 好啊 帅帅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没关系的小姑 阿姨我也喜欢吃肯德鸡 那一会儿阿姨带你过去好不好 好 你怎么这么多话呢 这么多话呢 别穿你来了 小姑 我家你也来了 这是什么话呀 怎么我不能来吗 小姑是不是不太欢迎我 怎么会呢 好啊 严总 小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意外吧 是我约小姑来吃饭的 是的 这位是米家姐吧 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双小云 刚从西水调来的 往后是我助理 你好啊 你好米家姐 我见过你的相片了 没想到 本人比相片还漂亮 向下也挺会说话的 说得人心里面麻烧烧的 好 虽然我没见过您 可是您的鞋做得真不错 对我们家颜川也够关心的 我这个做妻子的 真的是自愧不如啊 谢谢你啊 哪有啊 都是我妈做的 是吗 好了 咱别站着了 咱坐下说 来 坐下 不用了 颜总 孩子想吃肯德鸡 我带她去吧 菜都已经点好了 你们慢慢吃吧 对对对对 我们要去吃肯德鸡 颜川 米家 你 你们吃吧 帅帅 待会儿我负责把她送回来 好吧 帅帅跟顾南帅走 去吃肯德鸡 走 妈妈 妈妈再见 再见 你们要早点回家 放心吧 走了 帅帅 来 颜总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好 佳姐 再见 再见 走了 快走 快走 干嘛呀你 这 不是话阴阳关切 我告诉你 颜总 这顿饭我就不该来 我是多余的 怎么了你 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 我走行了吧 行了 行了 闹什么呀你 你想干什么 你说我要干什么 他们要是心里面坦荡荡 干嘛溜啊 我有那么可怕吗 李嘉 我真的没有想到 走得够近的呀 连晓云都叫上了 怎么了 你吃醋啊 我是心里面不痛快 我讨厌他 晓云啊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那怎么不行啊 小姑 你还没吃饭呢 我这心里 怎么故意地去啊 没事 那东西我吃不来 站在院子找你吗 你瞧米家那张脸 醋坛子都快打翻了 我要是知道 颜川跟他在一起啊 我就不叫他来了 你知道颜家 住在什么地方吗 你不都告诉我了吗 我知道了小姑 那好 你们去吃吧 吃完了回头打个滴 把孩子送回去就行了 放心吧 没问题的 那好 那我走了 好的 帅帅 公奶奶走了啊 公奶奶再见 乖啊 你好好吃啊 乖啊 我见 小姑您慢点啊 好 再见 乖乖 喜欢阿姨吗 喜欢 喜欢啊 对 这是个机会 不能错误 请此鉴定 你 帅帅 阿姨先带你去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吃肯德鸡 再去看电影 看动画片 咱们今天啊 好好地玩一趟 好不好 是吗 好 帅帅真管 那走吧 我管 我说你能不能开张笑脸啊 这饭怎么吃啊 不想吃那你走啊 去找他去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 你人在这儿 心早就飞了 蜜佳 你不是不了解我眼川 是什么样的人 我要想飞我又等到现在嘛 你有钱有地位 那女人都像花蝴蝶一样 往你身上扑啊 你眼川多了不起啊 我敏家配不上你 行了吧 你这话说得心里痛快了是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在外面喜欢别的女人 那你早点通知我 我立刻给你让位 反正我们的复婚手续还没办 方便得很 但是有一点你得记住 孩子归我 谁也抱不走她 包括你 我一个人抱她干嘛 我告诉你 孩子没有妈很可怜的 你放心吧 我这辈子就死磕你了 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少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家人呢 恨不得你多养几个 你敢保证吗 要是小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告诉你 尚小云来这儿了 你还会带我来吗 肯定不会 什么不会啊 确定我就不来了 我就跟你回家了 我告诉你 我这人永远家是第一位的 明白吗 你别禁说好听的 你知道吧 我觉得小姑啊 她就像个皮条客 恶心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这话说得过分了吧 你要嫌我过分那我走 我不烦你 我给你空间给你自由 行了吧 来啦 谁呀 来啦 来啦 你怎么了 她想哭啊 我哥呢 在收房呢 你怎么回事啊 这么晚过来 我这么急着过来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啦 什么重要的事啊 当然是好事啦 言传在外边 有女人啦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什么事瞒得了我 是谁呀 是谁呀 尚小云 长得可漂亮啦 尚小云 对了 刚才米家也看见了 这脸色都变了 挺轻 打眼一看 我就知道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是 喂 你怎么没出摊啊 在这儿干嘛呢 米家 妈妈这辈子没有学中医 真是可惜了 你没有觉得 我特别有天赋吗 行了吧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就别着了 我每次看你着药啊 我就害怕 害怕也没辙呀 我跟你讲 小强也有毛病 什么毛病啊 生理上的毛病吧 真的 毛毛跟我讲的还能有假呀 米家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 你说你们姐弟两个人 在这方面全都有毛病 肯定是我怀你们的时候 营养不良造成的 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多苦啊 行了吧 妈 你就别瞎说了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说吧 你有出什么事了 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 没什么事啊 就是随便逛逛就过来了 你以为我傻呀 你什么事情我看不清楚啊 真的没事 你就别下菜了 妈 附婚手续办了没有啊 妈 你怎么老是抓着这事不放呢 不是我不办 我就是不想签那合同 我跟你讲 手续一定尽快办 这也是保护你们婚姻的一种手段啊 哪有你们这个样子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 都一万不说你们两个人 要是真的分手的那天 为了这个孩子 那就有得扯皮的呢 你不明白 有的时候我在想 现在的婚姻真的很可怕 从开始结婚 就得时刻提防着 离婚后该怎么办 你说 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好吗 可不是 夫妻都是这个样子 就像有的人说的 现在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 夹 快回来吧 你飞得急着走什么呀 不用不用 我自己打得低就行了 夫 严春 你回来了 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呢 就是怎么说话呢 我儿子呢 放心吧 丢不了 晓芸带她去玩了 待会儿她会把她送回来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嫌我不够乱是不是 什么乱不乱的 我 我不明白 你就装吧你 好了 嫂子 那我走了 好 再见啊 慢点啊她小姑 我 严春 妈问你 你跟那个上晓芸 是什么关系啊 我就知道 有这么张嘴呀 事准来 严春 儿子 大夫 谢谢你了 要不是因为这孩子明天要出国 不会那么晚打扰你们的 不客气 我们这里都有值班的 等见你见我一下来就可以去这儿了 麻烦你们了 不客气 严春 听阿姨的话好不好 好 那回家以后 不许告诉家里人 我们来过这儿好不好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会告诉我妈妈的 那 你说话要算数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说话要算数 来 快说呀 你跟那个上晓芸到底什么关系 妈 我都跟您说过了吗 革命同事 可是你小姑说 你们 你别说话要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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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算数 我最会为你 准备 stare 有什么证信 您应该说话要算数 爸要是多着急跟女人 你别说话不奋 �׾ nhất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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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啊 你换呗 我是你妈 你怕什么呢 不行 您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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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换衣服了 水水 今天跟阿姨出去玩得开心吗 开心 前面又是我家了 你去我家玩玩吧 那好吧 那我就去你家坐一会儿好不好 好 水水 妈妈 儿子 回来了 累坏了吧 不累 阿姨还带我去看电影了呢 真的呀 那你谢谢阿姨了没有啊 谢了 小瘦瘦真的好可爱 对呀 这是一定的 小孩子嘛 都是很天真的 听说你姓幼儿教师啊 对呀 怎么了 这又不是什么特殊的职业 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 没有 只是随便问问 怎么你一个人啊 川哥呢 是不是这种称呼不太合适啊 要不以后我还是叫他严总吧 没关系的 对了 你找严川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那就早点回家吧 要不要严川开车送你啊 不用了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先走了啊 水水 阿姨再见 拜拜啊 再见 走 你们也回去吧 走 上楼去 帅帅 奶奶 回来得正好 奶奶等你呢 咱们去洗澡啊 不用了 我带她去洗 不是跟你说了吗 用不着你带 奶奶 你歇着去吧 我怎么就不能带了 小阿姨都能带她 为什么我不能带她 我是她妈 我有这个义务 也有这个责任 我也不会害了她 你干嘛呀你 吃枪药了 跟谁说话呢 我说你害她了吗 帅帅 走 有病吧你 爸爸 儿子 回来了 吃饭了吗 吃饭了 我和阿姨在外面吃了可能 今天还看了动画片 好看吗 好看 小云阿姨都有可好了 走 水水 洗澡去 我还没跟爸爸说完话呢 来 那妈妈的话你不听了 叫你洗澡就洗澡 哪那么多废话呀 走 敏家 你什么意思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 我什么时候无理取闹了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骗我的人是你 我骗你什么了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非得让我挑明了吗 你不是去了溪水吗 那上晓云怎么成了你的助理了 你不是说你从来不找女助理的吗 这回怎么了 扛不住了 敏家 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啊 我的心眼就这么小 那是天生的 我告诉你 严川 我从来不顾问你们公司的事 那你也别让我不痛快 请你马上把它给开了 我就这么唯一的一个要求 否则 你别指望我给你好脸色开 门都没有 走 莫名其妙吧你 莫名其妙吧你 你干吗 你 你跟我跳脑了 你没有尊责对我理直气壮 做孩子我说你拿掉 你骗我怀上孩子 生了一股以发应报给我 是你发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警告你 你别逼我 你是不是想威胁我啊 对 没错 我就是在威胁你 你立刻我打消那个念头 别整天向他保护孩子 你门都没有 不然的话 你今天休想踏出这个门半步 可惜娃娃 我先下手了 我已经在上座 心子鉴定了 结果很快就出来 迷不了然 你不想打死你 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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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过分了 你别逼我动手打你 你打呀 有没有事情打呀 告诉你 我就是要放回我儿子 给我听好你 你给我听清楚啦 你不要 你给我站住了 我站住 你也跟我记住 你忘了我 我吓死你 你信吗 你吓呀 我死了多晚过了 还不死这么一回 你打呀 打呀 有本事你打呀 你打呀 你打呀 你动手啊 我试着我 所以我 зап謝你 你 ôi 再帮你 你也打呀 走 你自己走 你走 我一直在找你 摄摄 冷不冷啊 不冷 这怎么弄的呀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呀 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抽过血了 这是个小秘密 什么小秘密啊 什么时候抽的 谁带你去的 我怎么不知道 幻影的什么 不知道 在哪家医院 你们带我去打医房 真的哪一家医院 春春 毕老师都告诉妈妈 到底谁带你去的呀 这是晓云阿姨 晓云阿姨是同班店里 一出来就带我去了 向晓云 妈妈你别说她了 这个真的是我们之间的 一个小秘密 你却是因为 小秘密 你回来了 正好 我刚给你口的药 赶紧趁着喝 快点 什么呀这是 药啊 药 什么药这是 谁呀 盒子 你说你这个孩子 有毛病怎么不跟妈妈讲啊 毛病 什么毛病 你说什么毛病 男人的毛病呗 男人的毛病多了 您指哪方面啊 你非得让我挑明了呀 你说呀 下半身的 下半身的 妈 您这不是咒我呢 妈 我 我够倒霉的了 您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妈 我跟你说啊 这碗我要是喝了 我控制不了自己犯点什么错误 您 您 您能逗人吗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毛病 您 我下半身好着呢 臭小子 那这个毛毛怎么说你这方面不行啊 你这 你说害得我这大半天熬药 儿子 妈妈不就是想早点抱孙子吗 妈 您又来了又来了 您能不能别再跟我提孩子的事了 您不怕我受刺激啊 烦不烦 烦烦烦 您就知道跟你妈烦 儿子 受什么刺激啊 您别再唠叨了行不行 您让不让我活呀 妈 妈 我要报告你们的好消息 我怀孕了 您要报告你了 已经两个月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 一开始我也不确定 今天我去医院啊 把这报告给拿回来了 您看看 您看 太好了 快 到床上躺着去 你知道吗 怀孕头三六月特别给你流产 知道什么我给你做 我想想就再告诉你啊 怎么能怀孕呐 怎么能怀孕呐 怎么了你 还生气呢 我说你这人怎么气象这么大 信仰这么小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有相互的信任 我现在只可以给你保证 我和邀晓云绝对没有超出朋友以外的任何关系 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就是反感他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至于怎么做 随你 人家是对啤酒厂有贡献的 我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把你给开了吧 我都说了 你看着办吧 我就奇怪了 尚晓云怎么得罪你啊 是 她是没有得罪我 可她的眼神不对 这是我的直觉 女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 不会错的 你那是疑心病吧 神经过敏 她是什么的 神经过敏感的 你怎么想 我不想说了 睡吧 你好 我还问一下学医科在几楼 在三楼 好,谢谢啊,不客气 向晓云 你什么意思啊 帅才是我的儿子 你凭什么带他来验学 你想干什么啊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搞鬼的不是我 是你 是你心中有鬼 你什么意思 请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装糊涂呢 那好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帅水他不是你的儿子 他是我的儿子 是我上晓云的亲生儿子 你喜欢吗 我说你 真的名字 你最喜欢 你吗 的 那我 谈论这江苏河有烟 虽然人心又冷暖 月亮云又月月圆 世界里我太阳远 生有家世大如天 大如天 情价长而远价短 情价月价时常照灭 苍心这一样一样的事 谁不相信福和美满 虽然人心又冷暖 月亮云又月月圆 世界里我太阳远 朱头家世大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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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头家世大如天